我要说听,老那要还俗,作者,一梦黄梁,博奖,欢迎空,第529章,一时半会儿,死不了。 樊青差点也晕过去了,他跟老师进山已经三天了,通天山脉仿佛是天边无际一般,根本就没能走完。 现在漫山遍野地找一个人,这跟大海里捞针有什么区别呀?估计不用找到人,他师父已经驾鹤归天了。 樊青道,樊青,樊青,你不是说笑的吧? 当然不是。 静心,你赶紧去找人,静法,你背着人,走,一起找去。 方正律克下令,同时把法力还给了红孩儿,这种毒蛇呀, 对于别人来说的确要命,不过对于红孩儿啊,方正根本就不用担心。 神通所到之处,还不是立刻解决? 只不过,方正不想让红孩儿当着面施展神通罢了,麻烦还是越少越好。 红孩儿感受着法力恢复,立刻领命,立即就冲进了树林中。 樊青看到这一幕,赶紧叫道, 法师,你疯了,他一个小孩子,进了森林,岂不是送死? 文冲那么多,万一,要不我们还是出山吧,不管怎么样,出去还是有希望的。 施主,不用担心,我徒弟啊,他特别擅长找人。 方正正色道,他倒是没撒谎,一身的神通,找个人都找不到的话。 方正琢磨着,是不是该给观音菩萨说说,将这个笨蛋给开出佛级了? 至于文虫,红孩儿皮厚的呀,方正都打不动,哪家文子若是一叮他呀? 哎呀,方正绝对能把他当妖精给收了。 文星只当方正正忽悠他呢啊,正要说什么? 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在说话,就听到前面有个人在那高喊着。 天高云淡,人入风,我自逍遥,抓蜜蜂。 哈哈哈哈,哎呀,被折了,还挺疼的。 方正一听啊,眼睛顿时一亮,这一声音耳熟啊。 随后立刻叫道,没袜子蛊虎,哎呀,没有这话,前面可是热乐天真人。 话音才落呀,就听到一阵脚步声,随后啊,树林就被人扒开了。 一身道服的道士跑了出来,正是乐天真人。 边上则跟着一脸不爽的红孩儿,红孩儿还打算借这个机会再浪一会儿呢, 结果一出去,就碰到乐天了。 因此红孩儿看乐天的眼神啊,就是一副嫌弃,不爽。 然后不断暗示,你就是个牛逼子。 乐天根本就不在意,他自己心情好就行啊,管别人傻眼神呢。 哎,方正主持,你今天怎么进山了,莫非是来看频道的? 哎呀,这位朋友似乎受了伤啊。 哎呀呀呀呀呀,那腿弯的呀,跟绝蛇了似的。 乐天真人道,方正听这话呀,瞬间就误语了。 跟那什么折蛇了似的?那就是折蛇了好吗?啥也似啊。 不过这么欢托的话,也就是乐天派呀,能够说得出来了。 方正趁着后面的烦情没有气炸,赶紧道。 阿弥陀佛,乐天真人,这位两位施主啊,像话嘛,这两位施主进山,遇到毒蛇被咬了,而且腿也折了。 天要黑了,去你道观,借宿一宿可好啊。 道长,拜托了,我师父之前爬山去采一株药材,不小心摔伤了,有点结巴,休息的时候被毒蛇咬了,恳请你,救救他,行不行? 凡青赶紧道,乐天一听啊,顿时一愣,然后脑袋摇得跟那波浪鼓似的,先还方正的礼,因为一只手提着个葫芦不方便,左手竖起,失指弯曲,下起西,上起眉的道。 五两官,这才继续道,方正住持可以,你们不行。 啊,为什么?凡青极了,道长,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。 方正也纳闷了,乐天真人可不像是那种铁石心肠见死不救的主啊。 乐天真人道,贫道的道观不接待非同道中人,贫道隐居深山,目的就是于事隔绝,不想沾染任何因果,除非是同道中人。 否则,一概不接待。 当然了,我们这儿的情况有点特殊,可以住在外面的道观的房子里,至于毒蛇。 乐天真人扫了一眼老人,然后乐天真人从葫芦里倒出了两个丹丸,一粒是青色的,直接捏碎了,就和着拓不呀,就涂在了老人的毒蛇的伤口上。 然后又拿出了一个红色的脚丸,塞进了老人的嘴里,这才道,没事了。 凡青顿时松了口气,乐天真人又道,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了。 凡青一听啊,差点哭了,怎么遇到的和尚和道士都是喜欢大窜息啊,一时半会儿死不了,这是蛤蟆意思啊,这次还会死呗。 乐天真人也不看凡青,对方正道,主持,走吧,去我那儿坐坐。 方正点了点头,同时也挺好奇的,穿衣服这么省的乐天真人,他的道观外面竟然还能有房子,没看出来啊,挺土豪啊。 凡青也有点急了,想说什么,却见乐天真人已经走了,无奈之下,打算背起他师父,结果又看到那条大白狼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,一只猴子一用力一甩,他老是一百多斤的,身体啊,就如那红毛似的。 被甩了起来,扔在了独狼的背上,凡青正要喊话呢,独狼撒腿就跑,速度极快啊,猴子也跟着跑,一路扶着老人,防止他掉下来,遇到树枝什么的啊,也提前打开,免得划伤老人。 看到这里啊,凡青松了口气,至于住所的问题,有地方住就行了,至于这深山老林,不挑剔。 道长,这就是你所说的外边的住所? 凡青几乎是尖叫出来了,凡青指着眼前一个宽不足三米,长不足两米的临时窝棚,他快疯了,这是人住的吗?养猪都不够吧? 我两官,你要是看不上的话,可以另寻住处。 乐天真人说完,根本不管凡青,变了脸似的。 小呵呵的对着方正道,方正主持,频道最近有所感悟,正愁没人说说,一同进道观里坐坐,聊聊。 方正愕然,看看乐天真人,再看看悲愤的凡青啊,随后摇了摇头。 乐天真人虽然没有给凡青很好的接待,但是不管怎么说呀,茅草房是泥土气的,还算坚固。 护他住一晚上,那是没问题的,更何况,乐天真人也保住了他老师的命,这是恩德。 樊青竟眨眼尖的就忘记了,还一副很生气很不爽的样子,这也让方正心里不太爽。 若不是念在凡青拼死护住老师的份上,方正呀,也懒得管他了。 于是,方正和乐天真人走向了道观,留下了凡青在后面,吹着山风。 路上,方正不解地问道,真人,以前你不是喊无量天尊的吗? 今天怎么开始喊无量官了? 本集播讲完毕。